哈囉,我是耀君 今天這影片的主題呢 要與你分享 開店就是要一直找新顧客嗎? 不,其實如果你這件事情沒有做好 你就算一直找新顧客 你依然會倒店 早期呢,我曾經是個業務 在一家有提供 串接FB的老顧客經營工具的公司工作 那個東西呢 就有點像是FB版本的Lite 而且那個時候Lite還沒有出來 那有一次呢 我拜訪到台南的一間新開的燒烤店 那老闆呢,是個年輕人 他對自己的燒烤非常有信心 但他只懂得傳統宣傳 完全不懂網路行銷 就在我拜訪的當下 他才剛看宣傳車的業務簽完約呢 而在聊天過程當中啊 我建議他 希望他可以建立一個 可以留下老顧客的一個管道 那當然啊 我那時候跟他講這些話 也是因為我想要賣我們家的服務 可是呢,我那時候也有跟他說 就算他不用我們家的服務 他也要設計一個類似這樣的管道 以傳統方式 至少要做到像會員卡或集點卡 或會員分級日之類的 而如果想要省時省力 想要省掉那種會集顧客資料的時間的話 可以直接花錢買我們家的服務就可以了 可是他那時候卻一直跟我說 哎呀,我現在的新顧客又不多 怎麼可能經營老顧客呢 哎,耀君我知道 你跟我講這些都是因為你想賣我這個服務 但只要你能夠幫我找到更多的新顧客 讓我賺到錢呢 我自然就可以賣你們家的服務啊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在網路上要怎麼找到新顧客啊 而在那個時候啊 粉專的觸及率還不像現在那麼的低 而且在台南有開粉專的燒烤店不多 我那時候就與他分享一些粉專經營的觀念 請他試著去經營看看 結果在第二次拜訪的時候呢 他竟然跟我說 哎,粉專經營有效耶 為他招來了一波新的顧客 他那時候還很開心的招待我吃了一餐燒烤的 當然啊 那時候呢我也想說打鐵趁熱 趁機推銷我們家的服務 結果呢他竟然跟我說 他很怕這一波這些新顧客只是暫時的 希望我呢能夠再跟他分享更多 可以找到新顧客的方法 而且更希望我分享的是那一種 可以從網路上找到免費 而且源源不絕的新顧客的方法 當下我真的有點無言啊 他一直思思念念的 都是在找新顧客 而且啊他願意花錢從傳統廣告找新顧客 就算他的行銷預算不多 可是他也把那些有限的行銷預算 全部放在DM、派報、廣播、宣傳車 或路邊看板等等這些傳統的在地廣告上面 面對網路他都不願意花一毛錢 更要命的是 這些新顧客來了之後呢 他還不願意建立老顧客的經營管道 他就這樣一直找一直找 希望有更多的新顧客 能夠來到他店裡面消費 那這個案例喔 是我剛進入數位行銷領域的時候 印象最深的一次案例 說真的我一直以為啊 這個應該會是特例才對 但沒想到呢 在這幾年提供各種廠商服務的過程當中發現啊 哇哦 有超多店家都是這樣想的 我們要知道 找新顧客是要花錢的 而且可能會越花越多的 以一間路邊新開的店家為例 我新開了一間店 我希望讓附近的人知道我這間店的存在 我是不是可能要花個500塊去印DM 花個1200塊請個工讀生把這些DM一天給發完 假如這個1700塊的成本花下去 來了50個客戶 那我等於是一個客戶是用34塊錢買的 可是呢 當我這一波DM撒完之後 如果我還要有更多的新顧客的話 我是不是有可能要印更多的DM找更多的工讀生 並且把這些DM呢 放到更遠的地方去 這種找新顧客的成本呢 到最後只會越花越兇 而成效會越來越糟糕 因此啊 維繫好忠實的老顧客 才能用更低的成本 使企業長久經營下去 甚至我認為啊 經營老顧客的這個管道 應該在開店的第一天就要建立起來 而不應該要像我前面所說的那間燒烤店一樣 他拼命的花錢找新顧客 卻不願意花一點小錢 和一些時間 來經營忠實的老顧客啊 那結果那間燒烤店後來怎麼樣了 因為我在第二次拜訪完之後呢 我就整個測心啦 我就沒有再去拜訪了 而過了好幾個月之後 我剛好要去拜訪附近的其他顧客 就順路繞過去看那間燒烤店 結果呢 那個位置 已經換上新的招牌 並且重新裝潢了 我就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燒烤店的老闆了 當然 我並不是說他一定是因為沒有做好老顧客經營才倒店的 可是呢 在我先前拜訪了解的狀況呢 雖然一開始他的客人沒有多到要排隊 但好歹也招來不少新顧客啊 如果呢 他有建立好維系老顧客的一些管道的話 除了有更大的機率 可以讓店面存活下來之外呢 就算他不在這個地點開店 就算他搬到了其他地點 開了一間新的店的話 他有這些維系老顧客的管道的話 不也就可以請這些老顧客 過去新的店面做作嗎 OK 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 我們來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為你的企業 建立一個老顧客經營管道呢 如果有是用什麼管道呢 如果沒有是什麼原因呢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在數位行銷上面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的QR Code 到我的Lite去問更多唷 我是黃豪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